据媒体报道,近日有网友发现,在范冰冰数问题曝光之后,李晨已经退出了与范冰冰的合资公司,曾估值7.4亿元的五系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,范冰冰母亲张传美成了新合伙人之一,同时该公司的法人也不再是范冰冰,股东也发生了变化。 据悉范冰冰与李晨练行公开后,2015年11月,李晨范冰冰合资成立爱美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,到了2018年4月,但在今年1月15日,李晨退出了爱美神企业管理。